李小鹿与贾买量一直都是公众面前的模范夫妻,可是经过做头发事件之后,两人几乎没有在同台出现过,而且两人在微博的公众平台几乎零互动,就让不少人看出了端倪,但是很明显,那都源于做头发事件。 小编不禁有点心疼贾买量呀,被全国上下都知道了自己头上一片绿,还记得当时李小鹿刚被曝光与皮疙瘩梨同宵在一起的时候,贾买量的第一反应就是选择称李小鹿,公开表示相信李小鹿的为人,可是贾买量的信任换来的不是爱妻回潮,而是愈演愈烈的出轨事件,一个个错路百出的借口与理由都掩饰不了, 李小鹿就陷入了贾买量的这个结果,反而成为了一个个坚硬无比低失垂,垂碎了贾买量的心,大家都知道贾买量追李小鹿追了多久,花费多少心思,他有多爱她,我们从眼神就能看出来了。 可是曾经在爸爸回来的节目中,我们都看不到他们两个的夫妻互动,甚至李小鹿面对贾买量的眼神都是独闪的,对比于其他夫妻,观众们一看就看出差别了。 所以这个事情的爆发,让贾买量一夜成长,也瞬间憔悴了,现在的他一直沉迷于工作,希望用工作麻痹自己。 而贾买量生略的时候,李小鹿曾在微博发了个祝福,贾买量当天上了两次微博,第一次看到祝福的时候,并没有做任何恢复。 反而是到了第二阶上线的时候,才轻描,暂写地点的歌赞,而且后来贾买量的贴身助理不知是不是看不过去了。 平板手花点赞了一些关于辱骂李小鹿的微博,还转发了某些话含沙声音的讽刺他。 李小鹿在微博上发了一段他在奋斗里骂劳工的一段话,如此明显,似乎两人或两个团队是正面开战了。 台词有说到我跟了你,真是到了八辈子的梅,而贾买量的助理也不堪示弱,直接点赞了电影《私人定制》中,范伟骂李小鹿不要脸的一段,虽然两人皆没有正式出面,但是通过团队这样的行为,我们基本能够了解两人的关系已经跌入冰点。 甚至随时可以开战,说实话,明星夫妻真心难答,但婚宁是要好好经营的,不管是普通人还是明星,你们又是怎么看呢?